好 各位同学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单页数据完成抓取的情况下 我们要完成多页数据的抓取 那么多页数据的抓取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关键就是获取多页的数据 那想要获取多页数据 我们需要这里来进行看一看 例如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获取的都是这么一页 那么如果你想要看到多页数据 你需要去点击一下 看它的获取多页数据的规律 谁获取的规律呢 就是这一个的规律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浏览器获取的规律啊 浏览器获取的规律 你需要在这点一二三 然后四 你会发现这里有了一些变化 然后五对吧 然后可以再点回去一 你会发现啊 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也就是这个地方啊 我们如果说是每页的数据 它只变化的是什么呢 它只变化的是这个URL 这是第一页 这是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二 对吧 三 然后是四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是不是可以放在一个列表里 然后进行循环 是不是多页的这种数据就可以拿到了 然后把多页的数据通过这种形式 然后发起请求 然后进行存储 那就可以了 就可以完成了多页数据的进行存储了 所以通过这个思路我们来进行构造多页数据的URL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配置URL它是不是能够像我们构造的这个一样 好 我们把其他的都可以先进行做一个注释 我们来看看 只要这个地方配置URL打印出来的是配置一配置二 这个你会发现啊 所以这个12345678910 这些URL就是我们这些多页的这种数据啊 当然第十页我们发现没有出来啊 这个应该是十一 所以应该是第十一页 第十一啊 因为我们取得的是第十页 没有下一页了 没有第十一页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多页数据的URL就能够构造出来了 构造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啊 对它进行请求 然后进行存储了 请求和存储都在哪里 都在这个地方 man方法里面啊 那我们是只需要更换哪个东西呢 只需要更换这个URL 它这个是URL 我们把它去掉 然后呢 这个呢 把它换成配置URL 然后把它进行缩进一下 把这个进行缩进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会发现 把这一页的进行 第一页的 第二页的 第三页的 把它发起请求 然后得到电影数据 电影的这种 电影这个名字 然后评分 然后对它进行存储 对吧 道理是没错 但是很容易翻一点点小错误啊 好 这里我们就先来复现一下 这种小错误 那么我们的 把它进行存储 我们先从 先发起第一页和第二页 这些数据的话 应当会获取啊 两页的数据啊 两页的数据 那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实现 好 调用这个方法 很闷方法 看一下 因为之前在电影信息里面 我们是获取的是一页数据 那这里呢 看一下能不能得到两页数据 好 大家看到这个里面 我们打印的配着一 然后呢 是配着二 两页数据 我们都已经拿到了 电影信息也都已经拿到了 那看这个理念 是不是存储到了两页的信息呢 大家发现还只是存储到了一页的这种信息啊 这个就是不太科学的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两页的数据 可是最终却只拿到了一页的数据啊 所以它是不对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很明显大家会发现啊 如果发现的那么请在顾面上打个666啊 因为这个说明你已经知道了 它是一个for循环在这里 那么你每一次的拿到的呢 只是比如第一 它在这里呢会拿到发起一次请求 然后得到一页的信息 然后进行存储 第二次呢又是发起一次请求 然后拿到第二页的数据 然后进行一次存储啊 只不过第二页的数据 它在这里啊 大家看一下啊 它已经进行了一次啊 覆盖啊 所以呢它会把这些数据 都已经覆盖掉了啊 所以最终得到的这个信息啊 还只是啊 是这个啊 还只是我们的第二页的这种信息啊 可以看到 是第二页的信息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需要做的是 把你想要存储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你的电影名字 还有评分的这个列表 进行扩展 扩展成十个啊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写到外面去 写成外面去写成什么呢 啊 我们就要写个大一点的 就叫fume list 等于它 下面呢 score呢 我们写个score list 等于 可以写成这个 然后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列表啊 把它变大 变成啊 能够容纳十个啊 十页的数据 也就是一百条数据 对吧 那所以呢 每一条呢 我们就先不存储 啊 先对它来进行啊 哎 扩展 extend 给它 extend extend fume names 好 下一个呢 也是进行 哎 score list extend 什么 score 哎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进行 扩展了 那么把这个呢 放在外图 放循环的外图 存储的是哪一个呢 它的list 这里啊 会容纳了多 哎 多页的这种信息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两页的数据 我们就拿到了 这个地方呢 应当是啊 两页的 哎 信息 那没看到啊 霸光别迹 一直到千辛的鸟 这些啊 好 这块看到了 请在公平上 打个 哎 一 这个就是我们 多页的这种啊 请求 你别管是 请求什么 基本上是这个 重点啊 画一下重点啊 重点就是你 一页你也拿到了 你要发现 多页的这种规律 好 发现多页的规律 你就能够实现 多页的存储 然后 重点啊 这个小细节啊 大家去注意一下 不要在这个地方 犯了一些小错误 也就是 你存储一页的时候 那么这种问题的话 多了也就能够常见了 是吧 呃 然后的话 因为他 没有报错 啊 所以呢 可能你会想不到啊 没有报错的 就是比较难找啊 所以需要一些经验 在这里啊 好 那么我们 多页的存储 也都在这里啊 多页的存储 我们搞定了之后啊 那么下面的话 是 呃 需要更换 也就是优化一些个方式啊 那么什么方式呢 那例如啊 我们在 存储这一块啊 呃 还有这个解析这一块 解析这一块的话 我们想用正责啊 来做的 做一些优化 然后存储这一块的话 我们要改变 存储在Excel这里啊 那么当然 我们可以存储到Excel的一份 同时呢 我们也要存储在 我们的MySQL数据库的一份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做这两个动作啊 一个是解析啊 还有一个存储